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今天et开市值 hè 我是Irene 和阿姨 今早有独立股票饮黄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Ravi 美股星期四显着手额 AI概念又突然吹寒風 恒之夜期都可以升到82點 高水果8點 待會問Ravy如何看待11月的市況 以至一些焦點的美股業績之後 以至理想的美股業績之後跌了 我怎樣看呢? 大家有什麼股票疑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帳96133819 或者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美國科技股股壓沉重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指跌2.8% 並且以接近全日的低位收市 收報18,095點 導指最多跌436點 收市跌378點 跌幅0.9% 收報41,763點 標指跌1.9% 收報5,705點 大型科企業績止引人失望 而且大選的北寧朗都拖低市況 恐慌指數VIX曾經抽高1.5% 而美國9月份核心 PCE物價指數按月升幅 一如預期加速到0.3% 按年升幅就2.7% 略高過市場預期 美國10年期債息曾經重上4.3% 美匯指數就雜幅上落 日本央行暗示會繼續加息 日元匯價曾經升1% 金價衝上紀錄高位後到跌2% 而比特幣1度都回落4% 招跌美股 賣幽類AI成本的Meta跌4% 微軟在貴積後跌6% Tesla跌3% 業績好的Alphabet跌1.9% 而蘋果和亞馬遜收市後才公佈業績 股價跌超過1%和3% AI股王NVIDIA跌4.7% 收報132.76美元 AMD再跌3% 而受到審計斯安永遲 積困擾的超微電腦再急跌1.2% 另外Uber今季的訂單 預測差過預期 股價跌超過9% 總概股和ADR的表現 京東和網易比港股升超過1% 京東至算佈157.91% 阿里和美團升0.7%至0.8% 騰訊至算佈405.92% 比本港收市價高0.3% 百度偏遠跌了0.6% 匯豐控股ADR至算佈71.73% 比本港收市價低0.5% 友邦升0.4% 比亞迪升0.5% 理想公佈業績後跌超過9% 然後看看今早上外圍市況 道指期貨暫時僻靠穩 41,972.25% 馬上亞太區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1.6% 日經平均指數是38,427點 跌653點 而南韓股市跌0.2% 澳洲市跌幅跌近1% 新西蘭市跌0.1% 然後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現 變動其實不大 雜幅靠雲 我們先和Raffy談談 美股市況 大家知道下個星期 美國大選 開始市場又轉回 審慎一點 始終有些不明朗 加上近期科技股公佈業績之後 尤其是昨天的兩隻 令市場失望了 還有昨晚有聯儲局重視的通脹指 BOPCE 公佈了出來 都略為反彈 看到昨晚 標指納指都創了近兩個月 最大的跌幅 就是MAX7科技股七巨頭 全均覆沒 現在突然間又好像在怕 他們的加碼去競助AI 即馬上好像 恐慌指數 剛才提到的VIX 突然間臭勝 你怎麼看 美股的股額 是否正在增加呢 還有我們需不需要 因為大選前 要有些減倉的行為 還是短線 一陣一陣 不用怕呢 當然 我想美股 是否這刻的股額會增加呢 我覺得 一來這樣 坦白說 還要省望 因為始終昨晚或者這些 才開始回到明顯一點 我想 沒有什麼必要 一回一兩下 就馬上覺得市場不行 或者很大的下跌 這個我想 未至於這樣看著 未去到這麼極端 但當然 你說那個警惕性 我想就一定要有 甚至乎 始終 如你所說 未來是多一些大的事件 特別這些事件 如何出現結果 或者事情如何反映 如何解讀 如何看法 基本上 沒有一個確實的答案 一來正在說大選 誰贏 其實都未知 甚至乎是否這麼容易贏到 所謂的點票 是否這麼容易順利 一兩天已經搞定 還是要玩一半個月才要再數票 其實這個真的不知道 越拖得下去 就越多不明朗 因為其實整個市 經常都說 最不喜歡就是不明朗 即是反而你的明朗 就算 無論你特朗普贏 或者賀錦麗贏 怎樣也好 理好哪些 不理好哪些 至少你可以看 但如果你現在未知的時間 這個是最難去估計的 正是這件事 另外當然是除了大選之外 其實也有儲局意識 所以現在感覺上 沒有這麼大事 相比起 也是下星期的 沒錯 也是要看的 因為其實要看看 是否正在這兩次 會減到25點 還是怎樣會變 或者說些什麼 其實這個真的都是要看的 所以我想在這兩大事件 未出現過結果之前 或者未明朗之前 很正路地 大家稍微審慎一些 減一減倉 這些是禮拜一定要做的 我必要你這幾天才衝進去 說一句 這是很正路的做法 所以我想 輕鬆一點去上陣 去看這些事情 如何演變 好的 那你就之後再加回 不好的 起碼你可以避過這個大波動 這是很簡單的做法 而當然 其實整個美股過去 其實上星期都有說過 因為其實過去這幾個星期 大家都留意到一點很特別 就是 美股其實不算是昨晚之前 整理得上算可以的 但是其實在過去這兩個星期 美股是可以的之下 其實很多東西都在移動 譬如美金是在強硬 債息又突然斜得很高 其實這些是挺不尋常 但是反而美股是自己 繼續偏硬正 VIX又超低 在20樓下 其實那時候也說過 上星期也說過 就是小心點 美股可能突然會移動多一點 所以當然時間點 當時就沒有說 因為大家都不會知道 但是現在可能有少少 這樣的效果出現 譬如說昨晚一旦跌 那一刻 其實VRX是扯高了 去到23 而這個位置 其實還未算非常高 特別對比8月1日 所謂黑色星期一 那一刻還差很遠 但問題是23樓上這位 其實比10月或者過去9月2次高位 也有少少高一點 如果今晚 假設出賣飛龍也好 怎樣也好 是再硬高了 再扯高 真的明顯突破9月10月高位 的話 小心一點 我想美股可能短線的調整壓力 會大一點 特別是科技股 現在的藉口更加好 M7五隻 今個星期出業績 最好可以扯高 即是無論業績 你說好不好都好 那氣氛又不好 又如何都可以扯高 所以這些就是更加好的 一個叫做時間點 所以我想暫時的美股 我覺得就要相對 可能先審慎一點 看看剛才說的因素 慢慢來 這個星期怎麼出來 才再考慮比較好一點 那也要說一下 就是最新公佈的其中一個巨頭的業績 就是蘋果 公佈7至9月份 就是第四財季的業績 總收入超過949億美元 是好過市場預期的 按年增長6.1% 但其中大中華區的銷售收入跌了0.3% 降至大約150億3千萬美金 就是超過市場預期的 蘋果的季度純利大跌超過三成半 但若果撇除稅項等的影響 經調整後 每股營利1.64美元 增長1成2 就是超出市場預期的 季內的iPhone銷售收入都超預期 有超過462億美元 升5.5% CEO傅克就說 iPhone16的銷量 是強過iPhone15 同期剛剛推出的時候的表現 而蘋果都預計 新一季度的銷售額 會是低至中維數的增長 並且預計服務收入增長 會是跟去年的增長率大致相同 即是12.87% 看到蘋果的盤後股價跌了下來 起碼不太滿意 一定是 因為現在只是第三季大數目的預期 是不足以令市場收貨的 例如小數目的中國銷售 都是大家看蘋果的一件事 以及新一季度的指引 似乎都不太理想 所以你怎麼看蘋果 因為股價也是浪罪高位 現在業績出來之後 對股價的影響有多大呢 當然 從短期角度來說 對股價來說也有些少少負面影響 特別你看到出完業績之後 本後跌了1%多些 雖然不主要有很大的下跌 但還是少少斜下跌 我想幾樣東西 一來其實就 如你所說 本身股價都屬於一個高位 我想很例牌地 就是你在高位出一份業績 除非你除了業績好之外 大家對前瞻的指引是很受歡迎的